其实我觉得云南咖啡和我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都是从外国过来 一开始他也不习惯 对方也不习惯他 然后罗根在这就慢慢的生长 他自己在这活得也越来越开心 现在觉得在中国生活得还真不错 我是重庆的女主 我一个美国人 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 在普尔这边工作咖啡 要欢迎大家来普尔刷 我们的团队和我们最核心的 就是把云南咖啡做精品化 所有的选择都是围绕着这个概念 开始逐步逐步地推 开始逐步逐步地跑到大城市 去搞杯子会 然后不仅是我们家 就是云南咖啡名都一起来推 云南咖啡的品质本身可观地提升了 然后整体中国的咖啡消费市场 也起来了非常大 然后慢慢慢慢这个全国的咖啡人 都对云南咖啡的认知就变了 要比一千好一万倍 然后慢慢地慢慢地就做起来 到现在如果你去到大城市小城市 几乎所有精品咖啡馆 至少有一款云南咖啡 从现在到九月份差不多 就是采菌子的期节嘛 所以我们经常跟本地朋友一起去捡菌子 虽然我看不懂 有赌的和能吃的 所以必须领着本地的朋友一起去 要不然就把自己给吃毒了 现在我们两口子生了三个姑娘嘛 十岁八岁和快到七岁了 然后就一起在普洱周边 这是一个小小小村 就经常领他们去去 一起一起干活 一起体验一起看 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咖啡嘛 然后我最喜欢做咖啡的模块 就是种植扎工这一块 那这个普洱能做 白天干活的时候 能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觉得这挺好 我们最近也印尽了一些新的品种 然后在一个高海拔 一个低海拔的地方去实验 所以我们两边都种了 十几个不同的品种 你种进去的种子 到有果子可能有三到五年嘛 然后你要渐渐地让它 适应本地的环境 它需要五代 所以怎么知道这是15到25年 我就榨根在中国 那我现在四十岁不到一点 我觉得25年后 品种的问题应该差不多被解决了 我们据点咖啡的根就是在土耳 我们从土耳发出来 那这个永远就是我们的中心 所以我相信我去到哪儿 也不会离这儿有多远 就是三十二年多了 就是三十二年吧 就是三十二年 这一天 我真的跟一年 也不是三十二年 我什么意思 我我把这种信件 感谢观看